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半 我现在是在百步亭万家宴的这个主会场 除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大鱼堂以外 今天还有九个分会场 有四万多名的这个社区军民啊 集聚一堂 品尝万家年味 万家宴还没开席 但现场已经是人山人海 接下来记者小月就带大家去大开眼界 大家看到我生活了几张长桌上 摆放了三万道美味家药 大家可不要想错了 他们可不是出自专业的厨师 而且出自在每一个社区的家庭 那这么多道美味家药 你到底喜欢哪一个呢 一家一道菜 万家聚一堂 社区居民自创自作的 一万三千九百八十六道菜品 拼的就是创意 比的就是用心 刚刚我在万家药院场串了一圈 发现我生活了这个作品 最有气势 也是全场最霸气的作品 大家看 整个作品也差不多有一米了 它的名字呢 叫做人人都是金疯狂 还有走的是精致路线的 刀工了得 栩栩如生 造型满分 还有的走的是软萌路线 2020年是鼠年 于是很多居民 用简单的食材 制作出一道道 呆萌可爱的精灵鼠 吸引了很多小朋友的喜爱 今年是脱贫空间的绝善绝胜之年 在今天的这个万家宴上 也出现了很多 关于浮亭的菜肴 我们的卡通卡的团材是爱心 我们的爱心 从来农村 我们的走步 就是要我们农村人 生活越活越好 越国越富裕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 贡喜发财 是由我们湖北贡销 提供的一道菜 然后它的原料呢 是由柴鱼 和来自贫困地区的香菇 拼创意响家肴 沾邻里亲情 秀船市家风 湖北省公销合作总社 为社区居民们 带来了精美的礼品 下午五点半 热闹的开锅仪式正式开始 四万多名社区居民聚在一起 共度小林业 这姑公是一种说万家宴的饭 大家吹吹热闹 联络和感情 关键是体现了 北部庭人文和谐的文化 龙上行记者报道 特别人见了 谢谢观看